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3月31号 礼拜三早早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昨天苹果就揭发 有一名住在马安山的80岁独居老人 在打完疫苗之后第二天就走了 但是卫生署就没有将这一宗个案情报上去 后来卫生署就发了新闻稿来解释 就说这个个案是不合乎情报准则 所以就没有报道 究竟这件事是怎样的呢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根据苹果的报道所说 就说这一名80岁独居老人住在马安山 3月20日的时候就打了这个科兴疫苗 去到第二天就已经在寓所不省人士 直到儿子去探他才被发现已经走了 据了解当日救护员去到这一名老虎的家后 就证实到他是当场死亡 围体就移送去公众脸房 其实这件事过案直到去昨天才曝光 之前媒体一直都没有报道过这一件事 因为根本上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件事发生 好了 卫生署就说 根据初步的解否报告和医生的判断 认为这一名老虎的死因 就和疫苗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并不符合情报准则 卫生署还说 根据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订立的情报准则 如果是有明确的医学原因能够解释死因 医护人员就可以视之为不符合情报准则 处方和医管局 就会将这一类不需情报的死亡个案记录 交给香港大学分析 定期向委员会回报研究结果 按照卫生署这个说法 之前需要情报的那些个案当中 其实有些医生或者专家都走了出来判断 就说那些死者本身患有一些长期病 一会又说他肥胖 诸如此类 总之有很多慢性病是可以被他拿出来说的 那些一样是被专家初步判断过 是说和打疫苗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为什么那些又需要情报呢 这些似乎没有人知道的就不情报 事实上就算之前有13个在打完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 11个就科卿,2个就復必泰 那些专家后面也走出来说 这13个个案 无论初步也好,总结也好 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都是说 这些个案根本上和打疫苗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当然有些还在调查中 有些已经得出了结论 都是说和打疫苗没有关系的 那这些需不需要情报呢? 其实是不是那13个按照卫生署的准则 都不需要情报呢? 怎么定呢?是不是怎么拿捏呢?那个界线? 卫生署自己就说 如果是有明确的医学原因解释得到死因 医护人员就可以视之为 不符合情报准则 那一定能找到死因的 豈不是全部都不用报呢? 那我真的不理解了 究竟那个逻辑在哪里呢? 为什么有些又报了上去,有些又不报呢? 如果是报就全部报了 不报就全部不报了 你要统一一点才行 这个准则是不是? 好了,卫生署昨晚 凌晨的时候又再发稿 他们就说卫生署的公众脸房 是曾经处理过 三宗曾经接种疫苗的死因裁判法庭个案 其中涉及到今次这一名 80岁独居妇人的个案 根据卫生署法医初步解剖 发现到他有破裂性的心肌梗塞 按照医生的专业判断 他的死亡原因 就和打疫苗是没有直接关系 并不符合疫苗接种 异常事件的情报准则 另外又有两宗死亡个案 一宗是58岁的男子 一宗是30岁的女子 分别是因为预匿和堕楼而死亡 都和打疫苗是没有直接关系 又不符合疫苗接种异常事件的情报准则 三宗个案会交由港大的疫苗安全监测计划作分析 这篇新闻稿其实是有点吊诡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明明是在查询这一名 80岁妇人的个案 他又另外 他甚至买了两宗无关事的个案 拿进去评论 他一个预匿一个堕楼 这两个个案是很猛的 你知道是和打疫苗没有关系 你把这两个完全摆明无关的个案 又摆去和这个80岁妇人的个案 一起出一篇稿 是不是给人一种感觉 你是想增强 不情报80岁妇人的个案的说服力呢? 如果不是,把这三宗个案放在一起说 目的是什么呢? 那两宗摆明是无关的 稍有理性都会认为无关 一个就是预匿,一个就是堕楼 他不会因为打了疫苗而发生这些情况 但是那个80岁妇人的个案又不同了 现在法医初步解剖 说他有破裂性心机梗塞 究竟这件事本身跟打疫苗有没有关系呢? 需不需要找专家委员会去判别一下呢? 现在就说按照医生的专业判断 就说跟这个打疫苗是无关系的 那去判断究竟死亡原因 跟打疫苗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不是由这个专家委员会去做的吗? 现在医生的专业判断都行 是不是这样 其实卫生署就应该 将更多的资讯向公众发布 作出更多的澄清和解说 而不是现在我简直听到都一够云 其实卫生署在收到查询的时候 就应该是开诚报公的 比如说 公布一下这个个案 他有什么背景资讯 他有什么遗传病 或者一些什么长期病 你起码将更多的资讯 公开透明的时候 市民都会放心 听完你这样说 可能他本身也有些问题 现在不是的 你只是说初步解剖是 什么的死因 然后医生的专业判断就说 跟打疫苗无关 其实卫生署都应该去问一下自己 其实你发这篇新闻稿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当然可能是回应媒体的查询 第二 就是向公众交代更多的资讯 第三 其实你就是要说服公众打疫苗是安全的 现在卫生署发布的这篇新闻稿 究竟做不做到以上的目的 我真是很有保留 然后我们又去看看专家委员会 昨天就有最新的公布 他们就说 评估了13宗死亡个案里面的其中6宗 有4宗涉及科卿 两宗涉及服必态 初步结论就认为 其中的5宗是与打疫苗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另外有一宗就是 55岁的女人全面解剖报告显示 死因是大动物撕裂引致的急性心肌梗塞 判定那个因果关系不一致 何谓因果关系不一致 就是因为 其他的检验报告没有发现 有可能因为疫苗而引起的免疫反应 因此专家委员会就按照世卫的 流程 判定了 是因果关系不一致 总之你怎么判断也好 目前的个案当中就没有一宗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如果判断了是没有的时候 其实就是拿不到 赔偿 接着我们又看看到底现时 接着第二次 coolest疫苗疫苗的情况是怎么样 到了30 日 累计有5,700人未接载到第二个科兴疫苗 不是unyullahu 有怎样计计呢?媒体解释 接着第一次注鸡疫苗的时候 第五天有4 upgraded接待了接种疫苗 现在接载了第二次注鸡也是第五个数量 总共有34,300 人接载了第二次注鸡疫苗 所以 скan has been 5,700人存在 這個甩底率大概是百分之十四 問題就來了 特區政府經常強調一件事就是 第二針一定要去打 不打就前功盡氣了 現在竟然有五千多人是不打的 其實特區政府有沒有了解過他們的需求 或者了解過他們因什麼解救不打呢? 因為打第一針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會發張紙給你 告訴你第二針什麼時候要去打 有曬日期的嘛 沒理由說不記得的 不記得也不會有五千七百人 看錯日子也不會有這麼多人 因什麼解救呢? 特區政府有沒有花時間了解一下呢? 有沒有找社工跟進一下呢? 了解一下他們有什麼難題呢? 如果打了科興第一針的人 他是有疑慮、有擔憂的時候 特區政府會不會派社工去做輔導工作呢? 也不聽見有這些事情出現的 一尾只是天天看到媒體說 第二針有多少人沒有去打呢? 那我真是奇怪了 特區政府經常強調 要打齊兩針才行的嘛 是不是? 你不打齊兩針 只打一針的保護率只有50% 陳肇始局長經常走出來說 希望可以藉著疫苗接種計劃 達致群體免疫的效果 但是看似現在這個打針的情況 都是遙遙無期的 原來有些人打完第一針之後 又不知道是甩底還是甩底 沒有去的 其實那群人都頗有趣的 打第一針的時候又不怕 打第二針的時候又怕 要怕,打第一針之前都應該害怕 是不是? 你打得第一針就不需要害怕 也沒有事沒有幹 好,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